泰國迎合北京拯王之鋒 泰傳媒說向中國政府跪低 應要去泰國交流 最後被運抽格十個鐘 一屆平民王之鋒得享如此高規格的禮代 據說全因中國政府向泰國要求回來 強國這樣明刀明槍 而泰國又真的聽他之敵 想不振嵌全城都不行 泰國多份英文報章都有大蝙蝠報道事件 民族報簡直以泰國屈服於驅逐出境的要求為題 說泰國政府向中國政府跪低 曼谷郵報頭版形容事件 引起國際和當地人權組織 對泰國軍事政權猛烈批評 裡面的評論更好看 一篇就說整件事是一場可恥的表演 另一篇就說泰國為了迎合北京 干預王之鋒人生和言論自由的舉動 不單止開了壞的先例 更是泰國政治歷史最為黑暗和殘酷的其中一章